這個節目一直都指出,美國這個民主大國處事其實是極度雙重標準的 關於一些涉及他自己國家利益或者內政的事,永遠是一副道貌案然 但是若然那些問題涉及競爭對手,甚至是敵人的內部事務 所有原則標準都不適用,換來是因人而異,因國而異的處事手法 歸根究底,一切都是美國自己國家利益為先,其他國家利益可以放在一邊 關於雙重標準,美國近日又有新有 根據美聯社5月9日的報導,美國參議院通過了一個 旨在保護最高法院大法官安全的法案,確保法官和家人的安全 在最高法院商討是不是推翻涉及女性墮胎權的裁決期間得到保護 報導說這項獲得兩黨支持的法案,當日以口頭表決方式獲得全票通過 法案的目標是令最高法院法官可以獲得行政和立法部門同等待遇 確保九個大法官的人身安全得到保障 這項法案也已經移交了眾議院審議 提出法案的是特拉華州民主黨籍參議員克里斯孔斯 和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科寧 科寧說威脅最高法院法官和家人的行為是可恥 不可以容忍那些試圖威脅司法獨立的行為 科寧說得很好,試圖威脅司法獨立的行為 的確是非常可恥的,問題是為什麼美國的司法獨立需要保護 但是其他司法區的司法獨立,美國政客就可以隨便侵犯呢? 本人說的當然就是香港特區的司法獨立 根據美國新聞網站Political的報導 美國七個共和黨籍的眾議員上星期二致涵總統拜登 要求美國行政當局擴大制裁香港的範圍 包括制裁國安法指定法官、檢控官和維護國家安全委員會 七個共和黨的眾議員聲稱 近月香港局勢有惡化的趨勢 尤其圍繞著蘋果日報案、公民組織解散和支聯會案 如果不採取更強硬的措施 香港境內的所有反對勢力都會被鎮壓 參與聯署共和黨議員部分是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成員 包括韓裔議員金影玉 香港司法機構回應傳媒查詢時說得很清楚 任何向法官和司法人員施以不當壓力 包括建議制裁措施等 均是對香港法治、獨立的司法制度和對法官公然和直接的侵犯 是絕對不能接受的 司法機構重申 所有法官的憲制職責是在行使其司法權力時 不論處理任何案件 包括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都要獨立和專業地以法律和證據為依據 別無其他考慮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還記得 四月底的時候 其實已經有人提出過要制裁香港國安法的指定法官 那個人就是國安逃犯張崑陽 這個消息 當時是由美國代理人媒體《美國之音》率先報導 據報導 當日張崑陽 是向美國國務院的官員提出這個建議 老實說 外界的確是無從得知 到底張崑陽和上述去信拜登 要求制裁香港法官的人是早有聯繫 還是各自提案呢? 不過這個重點也不是在這裡 重點是有關的建議 明顯已經是在美國政界內部醞釀了 美國政府未來是很有機會 因應建議正式公佈制裁香港的法官 正如司法機構所說 建議制裁國安法指定法官 明顯就是干預香港司法獨立 破壞香港法治的政治舉措 本人在之前的節目和其他文章 都已經解釋得很清楚了 制裁國安法指定法官的建議 有多橫無理呢? 我們簡單總結一下 就是我們的國安法指定法官 本身早已是合資格的法官和司法人員 他們不是因為落實港區國安法 之後才成為法官的 外界根本是無理由質疑 國安法指定法官審案時的專業和獨立性 將矛頭指向我們的法官是絕對無理 而且帶有政治偏見的 第二就是時至今日 所有國安法的指定法官 都是特首經過諮詢中審法院首席大法官之後委任的 這個程序其實已經確保了司法獨立 美國政客和國安逃犯是憑什麼質疑我們的法官呢? 老實說我知道講道理 美國政客是永遠不會聽得入耳的 但是我仍然很想在這裡藉這個機會呼籲 如果大家身處美國 又想保障香港司法獨立 請你們都會運用自己的影響力 向所屬地區的政客反應你的不滿 以及我剛才在節目上提出的道理 你們才可以影響美國政客的一群 最後我在這裡都要緊急呼籲這個特區政府 因為我們已經看到美國有向我們法院施壓的苗頭 希望特區政府不要管今屆還是下屆 都盡快有預案 一旦我們的法官真的受到美國制裁 必須盡快提供援助 香港法院是獨立審案 但是我們絕對不可以讓香港法院獨自面對 以及承受美國的攻擊 如果政府到時才去處理 因為制裁而衍生的各種問題 那就真的太遲了 今天政府就要和中心法院所席大法官張舉能商討 以免因為美國的無理舉措 令香港法院運作受到負面影響